那地的饥荒很大,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完了,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,"你们再去给我滴些粮来。 犹大对他说,"那人尊尊告诫我们说,"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,你们就不能见我的面。 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跟我们同去,我们就下去给你滴粮。 你若不打发他去,我们就不下去。 因为那个人对我们说,"你们的兄弟若不跟你们同来,你们就不能见我的面。 以色列说,"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,告诉那个人你们还有兄弟呢?" 他们回答说,"那个人详细询问我们和我们的亲属,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,你们还有兄弟吗? 我们就照着他所问的告诉他了,怎么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?" 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,"你打发小弟弟跟我一起去,我们就起身下去,好将我们和你,还有我们的妇人孩子都能活命,不至于死。 我为他作宝,你可以从我手中追逃,我若不把他带回来交在你面前,我愿意永远当罪。 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,"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,"我必须带他去,你们就应该这样做,可以把这里屠产中最好的乳香,蜂蜜,香料,墨药,匪子,杏仁,都选一点儿,收在器具里,带下去送给那个人做礼物。 手里,手里又要加倍地带银子,再把归还在你们口袋里的银子仍旧带在手里。 那或者是弄错了,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个人。 但愿,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,释放你们的弟兄西勉和汴雅敏回来。 对,我若丧了儿子,就丧了吧。 于是他们带着礼物,手里加倍地带着银子,并且带着汴雅敏起身下的埃及,站在约瑟的面前。 约瑟见遍雅敏和他们同来,就对加宰说,将这些人领到屋里,要宰杀牲畜,预备研席。 因为常务,这些人同我吃饭。 加宰就遵着约瑟的命令去做,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。 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,就害怕说, 领我们到这里来,一定是因为头一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,挑我们的错,下手害我们, 强迫我们做奴隶,抢夺我们的驴。 他们就靠近约瑟的家宰,在屋门口和他说话,说, 我主啊,我们头一次下来实在是要敌凉,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,我们打开口袋, 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,仍在个人的口袋里。 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,另外又带了银子来敌凉, 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进我们的口袋里。 加宰说, 你们放心,不要害怕,是你们的神,就是你们父亲的神, 赐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,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下了。 他就把西面带出来,交给他们。 加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,给他们水洗脚,又给他们草料喂驴。 他们就预备礼物,等候约瑟赏务来,因为他们听说要在那里吃饭。 约瑟来到家里,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里交给他, 又俯伏在地,向他下拜。 约瑟问他们好, 也问, 你们的父亲, 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, 他平安吗? 他还在吗? 他们回答说, 你仆人,我们的父亲平安, 他还在。 于是,他们低头下拜, 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汴雅敏, 就说, 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, 就是这位吗? 又说, 小儿啊, 任神赐恩给你。 约瑟爱迪之情急发, 急忙跑出来找一个可哭的地方, 他进入自己的屋里, 哭了一场。 他洗了脸出来, 勉强忍住自己, 吩咐人摆饭。 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, 为约瑟的兄弟摆了一席, 又为和约瑟一同吃饭的埃及人, 另摆了一席。 因为埃及人, 不能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, 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事。 约瑟使他众弟兄, 在他面前排列作席, 都按照长幼的次序, 众弟兄都彼此诧异。 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, 便雅民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, 他们就喝酒和约瑟一同艳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